男家圣地雅各市 最近有一名怀孕的年轻女子 经常带着一个小男孩 沿街乞讨 然而让人意外的是 他们的经济状况似乎并不差 因为有人拍下了 他们搭乘宾式汽车代步的画面 玛丽莎·史密斯说 她每个周末都看到一名 怀有身孕的女子 带着她的儿子 在圣地雅各市East Lake广场 沿街乞讨 她为这名带着孩子的怀孕妇女 感到难过 他们每天要靠运气生存 他举着一个邪友 请帮我的标识牌 很多人给了他们钱 史密斯说 他有一天在给汽车加油的时候 又看到了这对夫妇 这辆宾式跑车正好开在史密斯前面 他们在车中鼠前嬉笑 他们的小儿子也没有坐在座位上 或者绑着安全带 而是和他父母坐在前排 史密斯看到他们 在开往另一个广场 她坐在那里 但她不认为一名怀孕的女子 可以完成这一动作 另一目击者见证了整个过程 并拨打了911 但在警察赶到时 这对夫妇早已开车 逃之夭夭